我接下来谈谈一个跟俄乌战争比较关系的科索沃的这个独立纪念日 今天2月17号 在2008年2月17号是科索沃在巴尔干半岛的南欧国家来独立 当然他处在这个阿尔巴尼亚跟这个塞尔维亚世界很尴尬 当然东南方有马其顿 那科索沃呢 台湾呢在科索沃的战争之后呢 也有参与啊 这个前这个总统李登辉呢 也曾经这个口头上跟国际讲说 台湾当然要出自三亿啊 这个协助所谓科索沃的难民 当然当后来也没有全部三亿啊 也出自一些 不过我们那边提到的破黑战争啊 也就是波西尼亚战争跟俄乌战争 整个巴尔干半岛是欧洲的火药库啊 那那么多战争 还包括2014年这个克里米亚战争 还有之前的这个乔治亚这个入侵的问题啊 还有很多问题啊 还有车程战争的问题 所以整个感觉上欧洲都是战场 加上这是俄乌战争 这个陈教授你怎么样的看待 从这个俄乌战争 我们回首一下1992年到95年的这个波威战争 波西尼亚战争 我们怎么看学到哪些教训 为什么这个这个战争还一再一再在欧洲发生 克索沃是在1990年代经历两场战争啊 那么后来在美国跟这个北约的支持下 那么获得了这个独立的现状 但是这个独立呢 是非常的脆弱 和平呢 是非常不坚固 这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科索沃内部呢 还有百分之十几 是塞尔维尔 那么塞尔维尔呢 他这个是实力啊 远远大过这个科索沃 然后呢 他是这个百分之十几的 科索沃内部的塞尔维尔人的强力的支持者 所以这个科索沃呢 他没办法完全的这个实行他的主 这个治权 治权没办法贯彻 那么第二个呢 他在国际上虽然得到 一百一十九个国家的承认 但是呢 也有众多的国家 包括俄罗斯中国啊 都不承认他的独立 那么所以他无法进入到国际组织 所以他主权地位 是有残缺的 而不是完整的 另外呢 他是靠北约跟美国的支持才能够得到现在这个有限的这个主权独立地位 那么这样的一个国家呢是需要靠外力的保护而没办法完全的捍卫自己的主权地位 所以他是受外力影响非常大的国家啊 这科索沃的这个和平跟独立自主地位是有限度的而不是一个完整的全面的 那么最近因为俄乌战争呢 所以让他的这个过去稳定的局面可以说是发生了一点松动 或者是产生一个小小的震荡 这个震荡呢 一方面是内部的因素 另外一方面当然就是国际的因素 内部的因素呢 主要是这百分之十几的这个塞尔维尔人 那么他们呢 完全不认同科索沃这国家 而是认同这个塞尔维尔 所以现在科索沃政府要求他们呢 把你的这个身份证还有驾照呢 要换成是科索沃的 而不能够再用塞尔维尔 那么这个他们就抗拒 抗拒之后 那么塞尔维尔也是帮他撑腰 帮他们撑腰 然后呢 他们就开始抗争啊 那抗争的手段 也是严重的干扰到这个社会的秩序 以及产生一些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 那么所以科索沃政府呢 也是强力的要来这个整治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么可是呢 这个科索沃政府呢 他本身的这个贯彻决策能力是有限的 所以他又不断的让步 不断的推迟这个进展 所以这个事情呢 内部的这个纷争呢 还得不到完全的解决 另外呢 现在这个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之后 可以说是完全没有余力去挺塞尔维尔政府 那么北约 现在也是忙着跟支持乌克兰跟俄罗斯交战 他没有太多的这个闲鱼的功夫来支持科索沃 所以现在等于是双方的这个后面的这个支持力量 都希望他们其实您能不要这个发生这个太多的失控的一种局面出现 所以现在这个我们说这个科索的情势呢 是20年的这个过去的和平跟稳定的局面 是开始动荡 但是应该不至于到失控的局面 因为塞尔维尔 那么他也没有这个实力跟能力 放在后盾来全面的来支持这个科索沃内部的塞尔维尔人跟 在科索沃政府对抗他没有这样的一个现实条件的支持 那北约政府一乎如此 北约对于科索沃支持一乎如此 所以现在这个应该是不至于失控 松动动荡 但不至于失控 也不至于爆发战争 那么所以他这个这个现在这个这个局面 应该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除非未来俄国战争发生重大的变化 那么出现一个完全失衡的局面 那么他们才可能在国际因素记录之下 让科索沃的局面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那么现在应该还不至于到这个局面 这个国平这个当年这个波威战争 历史三年半 有20万人以上这个伤亡 有200万难民的这个流窜的 那这次俄欧战争 当然目前保守估计 联合国统一大概七八百万难民 那当然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这个影响很大 其实从俄欧战争跟波威战争背后的历史 宗教跟族群的问题都是很错综复杂的 所以你怎么样看待这一段的历史跟现在的恶务战争 是这段历史非常复杂 你刚才谈到巴尔干门历来被成为这个欧洲的火药桶 我还记得是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 那时候苏联东欧这国家还没有转型的 但是当时已经看出了东欧国家 因为都是苏联的卫星国 看来很相像 其实关系也比较近 西欧基本上都已经都早就是共同体了 正在向欧盟进一步的整合发展 所以当时就有人说个笑话 说到了21世纪 欧洲会有十个国家 一个东欧联盟 一个西欧联盟 另外有八个南斯大夫 这意思就是 那边都互相都在整合了 南斯大夫一定会分裂 一定会分裂 到时候来呢 这个东欧联盟我们没看到出现 但是八个南斯大夫确实就出现了 他在那里其实到一般中国人 他不太容易里行最中间的 详详细细的事是非非 因为在我们心目中的 第一你们 你们闹什么民族主义 你们不是都一个民族吗 都是白种人吧 我们看都差不多 讲的话还都一样 对我们看都差不多 结果他们非常计较这个事 非常计较这个事情 你看他们的宗教信仰 那也是大同小异吗 除了像二十八年科索 有一些就有信伊斯兰教的 在欧洲真不多 那更多的是他们都是基督教 基督教内部自己的 特别什么天主教 东正教 新教 新教又有不一之处 那在我们远处看来 那你们都其实都一样 至少你们之间的差别 远远小于你们和其他地区的差别 但是问题就是呢 他们差别虽然很小 那么你从现在 西欧的情况看起来 真是他们 这些国家可以相处得非常好 那些过去在历史上 使得他们打得没安没了 甚至成为世仇的国家 虽然现在都握手延欢 连国境线都可以随便走来走去了 那说明他们要克服这些 种族和族群和宗教的 这方面的这个分歧 或者把这种分歧 把它控制在一个 就是很文明的这个范围之内 是做得到的 是比较容易做到的 但是毕竟这个因素过去 就是他们这个打得没安没了 而这个因素 他现在在有一些地区 不是全部地区 那真还是存在 你像南塞拉夫 他成了一个 现在当然这个科索尔战争 过去这么多年了 现在倒也没这么打起来了 但是他这个和平 能不能有多稳固 能不能这个长期持续下去 这个作为我们外人 仍然是不是很清楚 当然现在他们欧洲的主要的问题 面临的这种 他倒不是原有的 他们这些人的这个冲突 矛盾的问题 他们面临的是些移民问题 难民问题 而这移民难民呢 那是来自一些 就是一些非白人的这些国家 这个由他们的 不但是肤色种族 有重大的区别 那他们的宗教呢 也和这个欧洲的那个差别很大 证明在家人军事上造成了一些 一大堆这个差别 所以现在像科索沃这种问题 在欧洲倒不算很严重的问题了 更严重的是他们现在一个新的这个局面 所以而这个俄乌战争呢 当然他有他有别的一些历史原因 我们大家都知道 在原来 其实不要说别人 就包括美国 他们政界也一直 比较低估了俄乌克兰的那种分离的力量 他们也一直认为 你看你要查他早先的 那美国的那个历届总统 那都认为乌克兰就跟俄国人是一家人吧 所以当这个90年的时候乌克兰那时候这个苏联不是已经 这个都进行改革了吗 在进行改革的同时 那有些地区 加盟过后国就在脑独立运动了 其实乌克兰就是之一 在那个时候美国不是少不是执政的 还当时就派那个那个赖斯去了一趟基辅 就发表了个讲话 那讲话就说你们 你们搞什么 搞什么毒这根本是自杀嘛 结果没过多久呢 人家就独立了 对不对 所以赖斯的讲话 小布森当时的主张就被大家所嘲笑 但是说明原来西方是这么认为的 觉得知道你俄罗斯和其他的有些加盟共和国 是合不到一块的 特别像波罗的海三孝国 还有一些中亚的一些国家 你们差别太大 一旦你们失去了那种铁腕的控制 那些国家很可能就会脱离苏联 但是他们认为都那个时候都认为乌克兰和俄罗斯是不会分开的 可是后来那他就他就是分开了 这个大概他也是长期 俄罗斯人他们自己大概也都这么认为的 多数人这么认为的 觉得乌克兰就是他们 跟他们是一家人 所以他们认为你过去乌克兰的脱离 纯粹是个历史的误会 在当时整个环境之下 大家纷纷都在脱离 你也脱离 我也脱离 但是呢 那么最后归根到底 你还是会回来的 所以这个对于后来乌克兰出现的那种 表现出那种独立性 很多俄国人他很不以为然 或者甚至不相信 觉得就是少数人在这挑拨起来的 所以他们当时那个时候普京发动对乌克兰的入侵 能够得到相当俄国人的响应 那就是觉得他就认为 你乌克兰就跟我们是一家人 他就他可能这么想的 所以他才会支持 那不必那个美国会不会认为 大陆跟台湾也是一家人 那当然你要说这个历史历史的渊源 那就是乌克兰当然和俄罗斯的渊源 他就是因为他两个度上比较大的政治势率 因为中国和台湾不一样 在很长的时间 那台湾在中国的这个 所以中国就是指的中原 就是指的大陆 那台湾根本就是边缀之地 他不放在眼里的 是写历史都很少提到 他都是到了近代之后 另外呢 但有一点大家看得很清楚的 不管中国和台湾 历史原来如何 那么这么从70年来的这个分离 那么这个是个事实 这个他看得很清楚 而你俄国和乌克兰之间呢 你没有那么长期分离的这个历史 所以他美国人更会倾向于 很多美国更会倾向于 就低估 乌克兰的那个独立意志 但其实从乌克兰那个独立意志 看起来呢 他其实他 他有达到很大的道理 其中之一就是 当初他跟苏联搞 他跟俄国搞在一块 搞这个苏联 他成了很大的受害者嘛 大激光 这个苏联的大激光 主要就是发生在乌克兰嘛 而乌克兰历来是以粮仓著称的 你想想看那个事情 乌克兰肯定是 他对俄罗斯人从那个时候去 就接下来很大很大的怨恨 你还不像大陆和台湾 他毕竟分开的 他就倒没有特别直接的 有个海峡把它隔开了 你当时还是混在一块的 所以那个时候结成的 那个埋下的这个情绪 这个外界都会比较低估 这次打起仗来了 你才发现 这个开除人们 为什么都没有想到 乌克兰会抵抗了这么英勇 那一来是乌克兰的军事实力 和俄国有很大的差距 你明白这打不过人家的吗 另外的一条就是 他们多数人也不也不太知道 乌克兰人对俄罗斯人 有那么强的反感 有那么强的反感 那么这个事情 所以你现在这个乌克兰 这点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 这个情况确实是和原来这个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最难料定的 就是一个群体的整体的心态 个别人怎么想都有 整体的心态是在变化的 而这个变化呢 你又不能通过其他的指标看出来 你不能看那个国家那年GDP是多少啊 跟那个没什么关系 而整体的心态 他变得就 他就变得就很就很不一样 整个人就成了另外一个样子了 所以这一点 当然你看这个 打了今天这个样子 大家都觉得 那你要让这两家人走到一块来 至少转去 这根本不可能了 这个筹接的大了 所以这个我觉得 是我们观察 国际事务要注意的一点 就是对一个地区的 他们那个地方居民的一种整体心态 要估计的时候 一定要非常的谨慎 因为这个是 你再懂历史的 你都根据的是过去 你不知道现在他们 整个来说 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我觉得而这个因素呢 在重大历史上 常常是很有很重要 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后观察 这种事情 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 汪教授怎么看来 怎么看这个所谓胡斌提到的 这个整体心态 还有美国当初也支持 克索沃独立 现在也支持乌克兰 你怎么看 我先很快的讲 克索沃的部分 克索沃的部分 其实它反映出来的 真的就是刚刚 包括陈教授 胡老师都有讲到的 其实这些欧洲国家 他的这些族群的 这个文化历史的 这些爱恨情仇 外力去介入 有的时候根本就 搞不清楚方向 只是纯粹的 从国际政治的现实 希望可以得到一些国际的利益 所以导致欧洲的国家 在这种纷纷扰扰之中 克索沃的独立 完全就是外力的支撑 而不是靠着自己的实力 欧洲很多的小地方的这些冲突 也都是因为这样 那外力的介入导致冲突的发生 那未来呢 我们只能说 现在为什么这些冲突 可能还在可控的范围 那是因为真的西方国家 现在无暇去管这些地方了 最好这些现在是不要吵不要闹 因为乌俄战争还没解决美中的竞争 以色列巴勒斯坦的冲突 也都排序在科索沃之前 除非科索沃跟塞尔维亚 自己真的要把这个战乱掀起来 否则的话 我相信西方国家是会用尽全力 希望你们现在先烧爱物造 等等再来处理 以后再来处理 所以我们说目前的欧洲的局势 虽然看起来嘴巴上 可能有一些外交上面的这个争执 但是大概都还在可控的范围 我们回到乌俄战场 刚刚胡老师有特别讲到了 譬如说是这个分离了 时间不是很长 所以大家会有一个误判 整个群众的心态到底是怎么样 其实呢 真的是就是我们说的 只要发生了重大的历史伤痕 像是战争一旦发生 那就回不去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乌俄战争 要特别去思考的是 两岸之间呢 如果真的还希望可以有坐上桌 大家可以理智的讨论 不管你的意见有多么的差距有多么大 只要战争不发生 都还有挽救的机会 都还可以谈 但是一旦战争发生 那就是撕破脸了 那就是绝对回不了头的一个状况 至少可能50年 100年不会回头 这一点呢 是两岸的领导人 政治人物 或者甚至美中台的三边的 这个关键的 有影响力的人物 都要去思考的 当然了 如果有一些人有私心 纯粹想的是 隔岸观火 或者是有心要挑起这种两岸的纷争 那他的考虑可能不一样 但是如果是真正在两岸生存的 两岸生活的这个平民百姓 或者是政治人物 真的以苍生为念的话 都必须要思考 战争一旦发生 一切就变了掉了 战场上面 其实你可以学到的教训很多 但是学到的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是 以现在的俄罗斯 跟现在的乌克兰 我想要他们双方重新拥抱 重新回到友好 我想短期之内非常的困难 数千万人的流离思索 数万人 数以万计的人民的伤亡 这些伤痛 可恐怕会深深的烙印 在这两个国家之间 要真的再重新回到友好的关系 难度很高 这也带给 我觉得这也带给两岸 或者是带给 现在有一些纷争的地区 一个思考的重点 那当然这是我们一直在努力 告诉大家的 不同的意见都可以谈 只要大家能够有一个共识 就是和平是最高的道德 如果这个概念 没有打算要把它抛弃的话 其实都还是有解决方案的 这只是大家要不要拿出智慧而已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转发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